其實我認為各個政黨在區域裡面 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我們都是尊重每一個黨派的提名 但是其實我一直強調 我希望跟吳英玲小姐 可以有一個君子之爭 但是從過去她被傳聞提名之後 她好像就一直開始攻擊我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說明清楚 就是我們各自的政見 以及想要表達我們要對台灣人民 以及對我們選區民眾所創造的生活價值是什麼 我認為吳英玲小姐 她跟賴副總統 以及我們的賴清德黨主席一樣 如果一個台獨工作者 請問如何做到和平保台 我想請問賴清德主席的 謝一鳳是不是比較可以實現你的和平保台 我認為政治家族在這一次的選舉年不是議題 從過去他們就一直以我們都是從事政治來攻擊我們 台灣的民主進化的程度已經越來越高了 選民是越來越有智慧的 我們必須從個人的行為 以及他所遵循的這個中心思想 來看他未來能為台灣所做的事情